作詞詞曲 李宗盛 作詞曲 李宗盛 昨夜多少傷心的淚 擁傷心頭 只有星星知道我的心 今夜多少失落的梦埋在心里 只有星星牵挂我的心 星星一眨眼 人间数十函数 转眼向云烟 向云烟 像那浮云一片 诉说岁月的烟灭 生命的尽头是青年 我把窃窃的思念 几颗青光的复原 希望你一直等我心愿 为了安全在心里 我把窃窃盏理 还放过程 和窃窃的投石 我们都是弯弯的妈妈 你干嘛跟我争这个呢 给你一千块钱够了吧 哪要这么多钱 现在啊 小孩子也要面子 那去吧 谢谢阿姨 弯弯 你叫她什么 对不起 我一下高兴 给忘了 弯弯 小孩子要削着接紧 不能身上有钱就乱花 嗯 王太太 我也不说什么了 这几天就把温温留在这儿 老庄走了 我去来接她 好 我去看她 你真是人物其名 万年长青 谢谢 谢谢 我没有想到 朱老弟为了我一个小生儿 从台北赶得来 很好 伯老 我们这种交情 你就是必獸必 пed 我也会赶着去的 感激又感动 今年热闹一下 完全是为我的孙子 你不知道 自从冰冰来了我们家以后 我那个怪里怪气的儿子 对我也好了 也去上班了 真的 可不是吗 冰冰刚来的时候 换人不大喜欢她 可是现在 她疼冰冰疼得不得了 你看 月奶奶 这真是你的福气 这应该好好地庆贺庆贺 我怕恭喜发财 不对 不是恭喜发财 应该说福如东海 福如东海 对 去见爷爷 跟爷爷说福如东海 你 冰冰也会敬酒啊 爷 福如东海 红包拿来 哈哈哈哈 好极了 玉玲啊 包个石碗和红包 给我的乖孙子 爸 冰冰还小 我能够服务东海 不知师傲看 好 我包给她 冰冰 快谢谢爷爷 谢谢爷爷 乖乖 爸 我有点事想跟你谈一下 说吧 爸 是幻元想到的 再过四天 就是星期天 也就是冰冰生日 他满三岁了 嗯 冰冰到我们家来 第一个年头 一定要热热闹闹过 幻元的意思是 以后可以跟你一块 过生日 可是 今年能不能造 王太太的意思 让他哥哥姐姐 聚在一块 替冰冰过生日 嗯 好是好 不过我有个顾虑 因为王太的几个孩子 送给了人家 而每一个家庭的 经济情况 都不一样 如果我们太铺张了 会不会 对别的孩子心理上 造成影响 我想应该不会 为什么 我们可以替五个孩子 都用同样的方式过生日 别人的父母答应吗 我们的目的是善意的 是要让五个孩子 经常相聚 好 幻元 没有想到 你比我想的还周到 爸 王太太人在台北 他的大女儿 三女儿也都在台北 我跟幻元研究了一下 认为集中在台北比较好 嗯 没有问题 我可以请周董事长 在台北安排 另外再通知 王太太和其他的人 王太太上次来 已经把每家的电话 都告诉我了 我会通知到的 那就没问题了 我们全家 大概要开两部车 去台北 那可以啊 我 你妈 你们两个人呢 带着彬彬 让小吴跟老胡 开两部车就行了 爸 张妈也要让她去 她可以不去了 爸 现在幻元也相信 只有张妈才能 制服得了彬彬了 哈哈 所以说呀 人哪 可不能不姓邪呀 哈哈 姐姐不能去台北 增加你的深入会 沿沉又爱康 姐妹修笔可很和气 妈妈很自详 虽然没有好花园 沉来秋为常飘翔 虽然没有好听乐 冬天温暖夏天凉 妈妈 为了去台北 我的新爸爸 新妈妈会吵架 所以我不能去台北 妈妈 你不要生气 陪陪的妈妈 我们两个什么人陪陪陪去台北 乐家通知我们 请我们两个一起去台北 那阿辽怎么办 我可以教我弟弟来照顾几天 算了 你爸爸说要来到现在都没有来 还陪陪不敢出去玩天天等外公 我弟弟一定会答应的 我看你不要去 你人在一起啰哩啰嗦 话讲多了会出书的 我看你才不要去 又不会熟话 喝酒喝多了 那个脚敲在椅子上 这样子不好看 好了好了 你去也好 那你不去 那你不去 我是说 你现在咕鱼说得不错 有时候可以替我说话 婆婆 妈妈跟爸爸商量好了 决定带你去台北 参加这个冰冰的生日庆祝会 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 谢谢爸爸妈妈 那你今天晚上可以放心睡觉了 来 快睡觉啊 修霞 修霞 你怎么不带回来 哎 白跑了一趟 我爸爸有没有回去 没有 真是急死呢 这两三天 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 才逗呢 你嫂子也在找你爸爸 说不定这两天呢 就要杀到台北来 杀 杀什么 就是他要到台北来 找你行尸问罪 有什么事吗 他不说 我也犯不上问他 王妈妈 炮师叔 苏千 你怎么有空来 今天没有课啊 下午只有一节课 炮师叔 我能不能单独跟你谈一谈 可以啊 昨天晚上 我们同学开了个生日舞会 我们玩到很晚 回家的时候 天蒙蒙亮 一个同学用机车送我 他迷迷糊糊的 差点撞到一位清洁工 这些话为什么要单独的跟我谈 问其在这个清洁工 是你和我都认识的人 难得你的 难得 老头 嗯 秋霞的爸爸 嗯 秋霞的爸爸 爸 爸 求求你 看在女儿快死的份上 就原谅我吧 爸 爸 他不知道 最后呢 女儿租多 那跟条子的母带 还不有什么 因为总谈另一个 孤老婆 秋霞也不是养不活你 你这是何苦呢这是 我不要儿子养我 也不要女儿养我 我这样过得舒服得很 孤老婆 孤老婆 这是秋霞的一番孝心 他想孝敬你老人家 你不接纳 他会感觉到没有面子 当勤结功就没有面子 照你这么说 马路没人扫 那道徒都是脏兮兮的 秋霞怕人家说闲话呀 不用说了 我谁都不怪 就怪我自己的命不好 爸 你这么说 我心里很难过 这有什么好难过的 我靠劳力赚钱 儿子还是我儿子 女儿还是我女儿 只要你们不忘了我 我也忘不了你们 这就够了 爸 你如果喜欢活动筋骨 我不反对 可是你用不着太累 也用不着住在外面 好了 再说吧 爸 你睡在哪里 我住在阿清家 阿清 阿清是谁 是不带一个老朋友的儿子 那吃饭呢 高兴吃什么 自己就做点什么 不高兴做 就出去吃 方便得很 你怎么又来了你呀 我花了五万八住的房子 难道不能来呀 你就是花了二十万 你也不能来呀 是你自己愿意受骗的 那有什么办法呢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讲理呀 是我不讲理还是你不讲理吗 真是的 朱太太 是你弄错了 做房子给你的不是李京旺 是我的表弟阿龙 我可不管什么阿龙阿虎的 我先生说过了 马上我们就帮进来住 要不然我们就到法院里去告 你去告好了 你尽管去告 朱太太 对不起 我们是靠薪水过活的 每天上班下班 撞那几个死钱也不容易 一下子就坑到我五万八 要多久才能撞回五万八呢 同时我们每个月还要寄一万块给我南部的公共 这样好了 明天你把合约拿来 我退给你五万八就是了 你退给我 因为我听你说的很可怜 你又很孝顺 而且骗你们钱的又是我先生的表弟 请愧你心软 不然的话五万八就泡汤了 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啊 今天下午就来了 修霞不要理他 让他去告我 老李 我已经答应替阿龙退还他五万八 你疯了 你退给他钱 他会怀疑你跟阿龙两个人是串通好的 我先生是这么说过 你看吗 花钱找难堪吗 老李 我身边还有四十多万 孩子们也不用我的钱了 能帮人家姐姐有点困难 花点钱又算什么 何况 以后我也用不到钱 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我的做法 无论如何 我不能让阿龙这个混蛋 逍遥法外 老李 你到哪里去 我去找老马 逃着他可以找他阿龙 我求你 千万不要惹事 你们老板的 老李 不在呀 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他回来的时候 你告诉他 我姓李来找他 你 你不是电视台的演员吗 你不是电视台的演员吗 对 我是演员 不是明星 明星会到你们这个地方来啊 不管你是演员还是明星 反正我很崇拜你啊 还有个美女 又三种 我一个人 是明星 是明星 你 在我围裙上面 簽個名好不好 算了 我只不過是一個跑龍套的特約演員 還不夠資格給人家簽名 李先生 你看我長得怎麼樣 不錯 某些地方長得像夏娃 夏娃 夏娃是誰 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 真的 你看我有沒有條件去演戲 算了 演戲沒什麼意思 為什麼 我說的是老實話 你在這賣牛肉麵 比我當演員好多了 可是演戲很生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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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马回来 你就告诉他 我心里的来找过他 你怎么连门都不敲击进来了 你以前不是叫我不闭那么有礼貌 什么事 快说 我那个头家梁啊 今天已经催我三次了 叫我说来找你去跟他谈一谈 我知道你是不想去的 可是我又不能不来 吃饱了 没事干了 这是你跟我们头家梁的事情 没有的事 你要搞清楚 我清楚得很 一定在别人面前常常提到我 要不然你也怎么会认识我 你这点小心眼啊 算了 一定在别人面前大水大雷的 春雨师父怎么了不起 对器材玩得太熟了 样样精通 因为啊 这样名师出高徒 对不对 本来嘛 然后啊 你有大包大懒的 可以找我去帮忙 等我答应了以后呢 你再回去大吹一番 说你用的什么激将法 我说的没错吧 你猜到也没有关系 你是师父嘛 对 我请告你啊 你如果不是心地善良 我早就不理你了 你不理我 我理你啊 师父 我们走吧 请坐 请坐 请 谢谢 刘娟呀 整天在讲你 你很了不起啊 对汽车玩得太熟了 不论是开车呀 修车呀 调配 样子精通 我妈年纪大了 想把车行交给马轩经营 好 我怕负不了这么大的责任 我也比不说我不管 只是说你要多操点心 像我们这个车行 也没有什么 总经理那些头像 只要说清楚了 您管一个月多少钱 或者是怎么样分红 说清楚了不就行了吗 至于权责上 司机的任用你负责 车子的维护 送修 你都可以全冲处理 管钱也没有问题啊 多嘴 你是很讲义气的呢 上一次我们头家粮 买那一部那个阿索货的卡车啊 那个要给你五万块的佣金 你都不要 提到那件事情 我只要谢谢你 那部车子跑的情况很好 豆儿跟我讲啊 还是您替我们看的车呢 赵太太 你那么器重我 我也不好意思推死 赵敏知道 我那边还有个牛肉面摊 我要是过来的 我要先回去 把那面摊结束了 好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我没办法答应 人家叶家出面 替弯弯最小的弟弟过生日 让孩子们聚聚 家长们也见见面 你不去 我一个人去 有什么话吗 我昨天接到马来西亚的电话 要我马上赶回去 出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你也知道了 不能再打个电话回去 说晚几天吗 这怎么可以呢 约定的时间 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欧洲有人来 美洲也有人来 唯独我不在 说不通嘛 好吧 我也不参加了 艾娜 这种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到时候就说我在国外 赶不回来 别人也不会介意的 你呀 心里有鬼 一句话 就是怕跟我在公共场合 一块出现 你一不顺心 就拿这句话堵我 本来嘛 艾娜 我怎么了 我看透了 好吧 你走我也走 看你闹出什么名堂 你想吃点我 我就将你去 你老是这么将军 没有用的 那怎么办 我不将你 你就要把我僵死了 阿卿啊 你这盆是输定了 你只顾防我的炮 我这马一卧槽啊 你这老将就出不来了 还是寻死的 秋夏 你这是干什么嘛 天气有这么热 还每天送吃的 反正我也没有事 等下完这盘再吃吧 这盘呢我输了 你怎么了 秋夏 没关系 只是一阵子 爸 特别吃 吃完了 我可以带回去洗 明天再送你 秋夏 这么大太阳 你还要走这么一道段路 你这样身体 自己应该小得爱惜 要不要疼一下 不用了 你们快吃吧 你这鞭子 谁吃得下 爸 你如果为了赚钱 我给你 你如果想要阿亲陪你 你可以天天来 你心里要是觉得你的女儿可怜 就跟我回去吧 好 我给你喝酒 喝酒 喝酒 爸 你这件事没气了 不会的 都是我不好的 你不要多说话 进去谈一会儿吧 我好多了 爸 你坐一下 我想跟你说说话 我结婚以后 就到了台北 很少回去 妈走了 哥哥上船了 很早我就想接你来的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你常常说 你是生在布袋 长在布袋 我是怕你舍不离开那儿 再说 做爷爷的 也舍不得离开你的孙子 你很心 你很心啊 不要提他 别人都说我很乖 为什么只喜欢外孙 外孙女 不喜欢自己的孙子 你没看出来吗 我感觉到了 你知道你哥哥上了船 为什么不想回家吗 你小的 我现在为什么又舍不得 离开三代的宅子吗 爸 秋夏 你把这些事情 连起来好好想一想 你就该明白了 还是你妈好 她走得早 爸 大嫂给你气瘦了 她给你哥哥气瘦 你哥哥来信什么都告诉我了 连行不是她的孩子 爸 有这种事 你没问过嫂子 家丑不可外扬 这种事怎么说得出口 这个女人 你说她一句 她有十句当着 我们怕丢人 她不怕 可是哥哥 也不能老在外面跑啊 儿子不回来 做父亲的也不能够怪他 秋夏 我知道你的病 一天比天严重 我天天到庙里去烧香 就希望能有奇迹出现 爸 你把孩子一个一个的都送给人家 万一有一天 你离开了爸爸 我真的是没有地方去了 爸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好让我留个孩子陪你 这我不是长久之急 就像你说的 我已经八十多岁了 我还能活多久 将来 我想这样安排孩子 我也没有这种本事 来 写封信 让哥哥回来吧 你还是怪你自己了 我扶你进房里歇一会儿 走 谁 谁会来 哦 来了来了 啊 是你啊 妈 我还那奇怪呢 怎么会是你开的门呢 哦 原来你们两个人已经住在一起了 你别乱说啊 出家可是你们股家的人 哎 你来干什么 哦 我来看你的 爸爸 你离开家也没有写一封信给我 我还是不放心您老人家的 啊 顾老婆 你这命真好哎 有个孝顺的女儿 还有个孝顺的媳妇啊 这是应该的吗 哦 这第一次来 就是空着手来的 啊 心里的 你解释就出我的洋相吗 我跟我爸爸 跟秋霞 可是相处得很好的 你说这个话 简直是在挑拨我们的感情嘛 我们是一家人 谁会跟我计较呢 哼 要你多什么嘴啊 随便说说这有什么呢 妈妈的 爸爸 我本来啊 也是想要带点东西来看你的 可是左想右想 就是不知道该带什么东西好 如果我们家住台中的话呢 我就可以带点太阳饼来看你 如果住在新竹的话呢 我就可以带点新竹米粉来看你 唉 可是我们不带是个穷地方 什么特产都没有 旧产盐 爸爸 我总不能带几斤盐来看你嘛 好了好了 谢谢你了 你来看看我就够了 爸爸 秋霞呢 他不舒服 在房里躺着 又不舒服了 在哪 我去看看他 那是我的闺房 不要乱闯嘛 秋霞住在那边 你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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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下嘛 谢谢你来看爸爸 谢谢你来看爸爸 哎呀 谢什么嘛 以前呢 我也住过台北 台北有好几个好朋友 几年不见了 大家约好了 要聚一聚的 你不是为了爸爸来的 啊 当然了 主要的我还是来看爸爸的嘛 大嫂 你知道为什么哥哥一直在船上 不肯回来吗 我不知道啊 朝复他写信告诉你了 秋霞 哦 原来你们中间还有什么秘密啊 哪有什么秘密 我是说 哥哥不回来 你应该多写几封信催催他 爸爸的意思 是希望我不要出主意 恐怕不是这样的 那是怎么样呢 哼 我怎么知道呢 说不定朝复在外头 又讨了小老婆了 你想到哪里去了 哼 想也没用 我们还是谈点正经事吧 爸爸 虽然说你不住在家里了 可是家里的房子 还是你的名字 今年这个上半年的房屋税又来了 这个钱你应该付吧 阿姨 你太过分了 房子你没住吗 为了这么一点点税金 你就跑来跟我要钱啊 丁是丁 某是某 你的房子 当然应该由你来缴税了 大嫂 多少钱 四百多块 秋霞 不要理他 不理也没关系 那就等着罚款好了 大嫂 你等等 我给你 五百块啊 我没有零钱找你 算了 就当做贴补你跑这趟的车费 谢了 爸 我走了 这就是我的媳妇 花上千百块钱的车钱 跑到台北来跟我要四百多块的房屋税 他哪儿是来要钱呢 他是诚心想气死我 要我的命 东东啊 你发钱了 你手里拿了什么东西啊 你猜猜看 哦 彭东东小朋友会存 林财不苟 美农农会总干事 习英哲 这是银行经理送到学校 请校长在召会身体的时候发的 好好好 快回去快给你妈妈看 爸 我们什么时候去台北啊 你回去顺便问问你妈呀 妈 你看 这是什么 奖牌啊 赐龙会发给我的 哦 就是为了上次存款的事情啊 嗯 好漂亮啊 哎 快点叫你爸爸回来看看 爸爸已经看过了 哦 我是说啊 让他回来看看 挂在哪儿 嗯 东东 妈给你买了一套西装 是准备到台北啊 参加你弟弟生日宴会穿的 在你房间里去试试看 嗯 很合身吧 嘿嘿 我还只怕买小了呢 我妈要是看到我这样 一定不认识我 哈哈哈哈 很好 不大不小 刚刚好 我怕海奶大了咧 妈妈 我们什么时候去台北 爸爸把事情安排好了 我不就亏气了 爸爸呢 外公来了 爸爸去接外公啦 小吉啊 小吉啊 小吉 爸爸来啊 爸爸 你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吉啊 你也学讲国语啦 哦 婆婆 来 快叫外公啊 婆婆 你怎么不叫呢 第一次见面 不要逼他 婆婆啊 那天爸爸告诉你 外公要来 你不是很高兴吗 不带的外公才是外公 他不是外公 婆婆啊 妈妈的爸爸 是不是应该叫外公啊 嗯 那你为什么不喊呢 我喊他外公 那不带的外公怎么办 一样的喊外公啊 外公只能有一个 哪有那么多个外公嘛 哈哈哈哈 有意思 有意思 哎 婆婆啊 小吉啊 现在不要讲了 他刚刚来的时候 不 妈妈 爸爸都不叫嘛 现在他不是叫啦 啊 等时间久了 跟爸爸熟了 他就叫他嘛 对对 很可爱 爸爸 那 我们要去台北了 我不想去 妈妈 这样做啊 显得我们太没度量了 收养这么个孩子 我还讲什么度量 他们要是对我不满意 叫他们把秀秀要回去 就为了五万块钱 这不是钱多少的问题 这种孩子啊 我心理上就排斥他 可是我们观察秀秀 他不像是个偷钱的孩子 所谓做贼心虚 他好像没有这回事啊 这更可怕 不是经验老道 就是臣服很深 爷爷奶奶好像心情不好 为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在美国的儿子 没有来信啊 你现在对他一直爱答不理的 回来一个人躲在房里又生闷气 这也不是个办法 人与人相处 要相见两不愿 我一看见他就讨厌 你为什么非要我见他不行呢 好好好 你说的有道理 爷爷 车子擦好了 好好 你去做功课吧 嗯 奶奶 晚上我们试吃面 还是吃饭 我去做 妈咪 秀秀问你 我跟你爷爷出去有应酬 你自己想吃什么 就做什么好了 妈咪 我怎么不知道我们有应酬 我心情不好 我想出去吃小馆子 诶 秀秀 你怎么泡生理面吃啊 我快点吃了 好做功课啊 来 快点走了 哦 爷爷奶奶再见 妈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爷爷奶奶对我好冷淡哦 祈祷的愿了 是一个确想的愿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心跳得厉害 你是操心太多了 五个孩子在五个地方 想去看看又不方便 其实他们对孩子都很好 尤其是彬彬 马上都要满三岁了 你光往好处想 就拿那周小姐来说吧 她把弯弯送回来住 这就是不对啊 她现在已经成了她的女儿了 她就应该全心全力照顾她才对 这是因为她家里有事 才送来住几天 现在是可以的 如果没有妈妈和外公 她往哪里送啊 以后就不会了 你啊 只是替别人着想 吃亏的还是弯弯 我没带帮你了 胖叔叔 你付钱啊 糟糕 我没带钱啊 你自己付吧 鱼伯伯 胖叔叔可以地帐啊 小丫头 你最贵 小丫头 你又回来住了 小丫头 你又回来住了 小丫头 我想胖叔叔 你想妈妈 小丫头 出来特别胖了啦 小丫头 你最会讲话了 把你胖叔叔骗死了 他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小丫头 你真以为我那么笨呢 我告诉你 我年轻的时候 还演过诸葛亮呢 小丫头 请问这是哪里 你找秋霞呀 对 古秋霞 也就是王太太 她是我妈呀 那你是老几呀 老三 我叫弯弯 弯弯 走吧 阿姨 我带你到我家去 爸 这是冰冰现在的妈妈 叶太太 这是我爸爸 你好 古伯伯 你好 你去过布袋 我记得 叶妈妈 他叫李金旺 我们都叫胖叔叔 你好 我没什么不好 我跟古老伯一样 到你们府上看过冰冰 结果你们家侯门森丝海 除了用闭门羹招待我们 还有一个圆圆的脸呢 年轻小伙子还要揍我 真抱歉 那时候冰冰干到我们家没多久 我们家人都很小心 他会出事 会出什么事啊 我们这群人呐 是人称制不断 老李 好人 我来看王太太 是想跟她商量一件事情 也顺便借这个机会 来跟古老伯 还有李先生道歉 说开就算了 请坐 王太太 明天是冰冰满三岁的生日 三岁一过就叫四岁了 对 昨天晚上和我爸爸提到 冰冰快四岁了 我爸爸说 我爸爸说答应过你们 每年让孩子相聚一次 冰冰这一次是在我们家第一次过生日 所以也想借这个机会 让大家相聚相聚 不但是孩子见见面 你希望孩子的家长都能够认识认识 好 好 这么做太好了 根据王太太上次到我家给我的资料 我已经个别通知孩子的家长了 我是先到台北来准备一下 专层来请王太太 古老伯 还有李先生 我不去 我去认识什么 老李 我请你可以吧 明天下午 我派出来接你 叶太太 这次聚会要花多少钱 我想 我身边还有一点钱 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 一切由我爸爸出面 喂 诶 诶 朱总啊 这次聚会啊 是我出面 气派要够 当然当然 你替我安排我太放心了 多少人呢 这你等等 至少有50个人 有这么多吗 有 灵灵 你懂什么吗 嗯 好 我算给你听听啊 五个孩子 在家上双方的家长 就是15个人了 再加上王太太家里头 那我们家里又多了四五口 如果其他的姐妹 他们家里的孩子要都来了呢 朱总家里的人 还有给朱总办事的人 别忘了 还有你公司里的部下 要是他们都来了呢 好吧 诶 朱总啊 那请你照50个人准备好了 啊 好 那就麻烦你了 好 谢谢 好 再见 冰冰 好 你下来 给爷爷把这公事批一批啊 不要 哎呀 那怎么可以啊 啊 爷爷不批了 就等下里边一楼 谁啊 爷爷是批公事呗 我爱是 冰冰 你好大的口气啊 奶奶才不希望你这么快就坐在这批公事呢 哎 你这什么意思啊 他能坐在这批公事 那不是很好吗 哼 你想想看 他能够坐在这批公事 起码二三十岁了 那我有多老了 哦 你不是算大 是算你啊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进来 董事长 厂长来了 我看到张妈坐在车子里 才知道爸妈来了 爸爸 冰冰 你怎么坐在爷爷椅子上 太没有规矩了 下来 我还要几天公事 他都不叫我批 你要急着批 拿到插筋呢 也可以批嘛 不可以这样子 冰冰 你看谁来了 冰冰 一 二 一 哼 张妈妈好 冰冰乖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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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什麼鐵頭 阿嬤的故意的挑戰嗎 看你不開心 有湯家臉的模樣 誰會介意你這種孩子 媽 我很困難 我為什麼要做人的擁有 我為什麼要不要像白的孩子一樣 快快樂樂 頂著媽媽的心不悲 風作伴 心飄向遠方 一人的模樣 想飛到他身旁 乘著風的翅膀 深情像空洞的月亮 阿嬤 黎明的替山香 滑浮著寂靜的晚上 阿嬤 祈禱的仍然 是一個吹香的願望 將思念輕輕放 將思念輕輕放 溫暖的陽光滿心頭 到處去 拉陸 reminded 我讓你回家 祝 Ale 封操 有 並 depths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